我们选区内也指派了16位检察官进驻第二选区 他们就是要看住严官的 你跟沙路区公所都有到明山路里的这个住家 但是今天好像上午都不得其门而入 那是不是说要等都发局公文来函才会开门呢 关于这个住家的部分 一切的建筑物当初也是委托专业的建筑师跟民建单位 来进行按照法律的规范来申办 所以是不是有违章不是宽冷说了算 也不是媒体说了算 也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那都按照专业的按照主管机关来进行核定 来做一个厘清 那我想要质疑的是 国有财产署到底是在主动提供这些资料给爆料者 还是爆料者事后向国有财产署要求提供资料 另外另外欢迎得到资讯 财政部财政部对国有财产署下达指令 还有我们选区内也指派了16位检察官进驻第二选区 他们就是要看住原官人 所以我们合理的怀疑 为什么这场选举可以动用国家公权力检调机关 公务机关来进行对一个在野党候选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争吵 那我们选举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为什么一个民主社会在进行立委的补决 必须要走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